我之前有一條影片就講過在地球表面的g 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怎麼計算 那我們這次就講離開地球遠一點 其實離開地球遠一點都是這樣計算的 不過你要留意distance就不是剛才的大R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在地球表面再上H那麼遠 那我們就要將大R加回H 所以考試的時候你要留意他給你的distance是什麼 他有時候說1000km from the earth 其實他就是講地球中心和你的位置1000km 但他說from the earth surface 那你就要加回大R 最主要是這些matrix 其實那個variation是怎樣的呢 這裡有微微的歐斯位 我講一下什麼歐斯位 就是地球裡面其實是不考的 地球外面就考的 即是地球面就是9.81 那有沒有想過 那入了地球裡面的數字是多少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入了地球裡面是多少呢 其實有一幅圖畫給你聽的 其實開個估計 就是在地球正中間 其實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是0的 如果同學你玩過Mathphysics Olympia 那其實這些不新鮮 你也聽過的 那裡面不考的放心 不過講開講完 那地球外面就要考了 那地球外面的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 就是跟了inverse square law 之前也有講過的 那什麼inverse square law 就是例如它在2r 那麼遠的 那其實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 就會跌了1 over 4 所以你看到圖圖 就說這個2r 就是9.8億的1 over 4 大概2.5 大概 所以你看到大個交叉 那3r那麼遠又怎樣 3r遠就是1 over 9 1 over 9 就是9.81 就是乘回1 over 9 大概就是1 所以畫那個交叉在那裡 那其實就是這樣 Drop 下去了 那這幅圖還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說 那這幅圖 去到尾會碰到那條x axis的呢 其實嚴格來說 是不會碰到的 是吧 就是你想想 就算你成到 r再細也好 其實它也是不會碰到r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 為什麼說那些fuel lines extend to infinity 的原因